我们来看这个感人的故事 这苗栗15岁的少女钟佩婷 获选年度的自强儿童 因为她的家里有8名成员 但有5个人都有生长手册 经济来源全靠婴雅的祖母 和父亲和叔叔当作业务的薪水 而少女呢 利用客余时间协助祖母来整理药草 照顾家人 她也希望长大能当医生 像祖母的药草一样帮助更多人 你真好鼓吻 15岁少女钟佩婷 搬着两个箱子走回家 开始了她的客后时间 阿嬷 阿嬷 整理药草是钟佩婷和阿嬷 每天必须做的事 趁着好天气让阳光晒干药草 好让阿嬷可以拿去卖钱 家门前广场上的工作告一段落 祖孙俩手牵手 这下来到院子里采桑叶 阿嬷采桑叶 佩婷就跟在后头一把接过 祖孙俩才收到一定的量 打到回复 小小女孩还会贴心的回过头 看看阿嬷走好了没有 我能做就尽量做 然后阿嬷年纪很大了 然后不可以让她开心 话不多 总喜欢用刘海遮住半张脸 钟佩婷害羞的模样 时常蹲在红砖屋前 这个20平大的房子 是他们一家八口的七身之处 尽管家里有五个人 领有身障手册 但她天天这个分摊阿嬷 整理药草的动作 从不含泪 因为钟佩婷知道这样做 能帮阿嬷分忧解劳 看着彼此点点头 比手画脚 尽管阿嬷无法说话 祖孙俩用眼神和手势沟通 小小少女的大愿望 钟佩婷最希望当医生 因为希望自己能像阿嬷的药草一样 帮助更多人身体健康 终于是我们彭志明 苗栗采访不到